朋友们好,我是老宋 欢迎朋友们来看到老宋砍大山 现实生活中啊 谁都想让自己的家庭越过越好往上走 是不是这样呢 但是生活中啊 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个这样的现象 就是原本相差不多的两个家庭 各个方面都差不多 但是十年之后,八年之后会发现 他们两个的家庭差距会特别大 甚至天阳之别 你说到底什么原因呢 关键谁也没遇到大灾砸祸呀 谁也没一夜暴富啊 都是正常的生活呀 怎么十年八年之后就会出现这么大的差距呢 原因在哪呢 老宋仔细观察了一下 后来发现呢 一个家庭要想越过越好往上走 这几个事情很重要 你要做到才行 那朋友说哪一几件事情呢 老宋给你说一说 你看有没有道理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找个好伴侣 这个伴侣一定要选择好 这个是太重要太重要了 老宋日认为是你人生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就说明你找一个好媳妇找一个好老公对你多么多么重要了 对这个家庭多重要了 可是现在很多人呢 比如说男人要娶妻子 就看一点什么 他漂亮不 身材好不 长得好看 就这一个标准 其他的一概不管了 你说能花钱 能花钱就能花钱呗 说脾气不好 脾气不好就脾气不好吧 隐性隐性就隐性点吧 只要他漂亮怎么都行 就相当于取个花瓶来了 是的 追的时候谁都想爱美之心 人节有之 都想找个漂亮的 但是你广照漂亮的 如果这个女人除了漂亮别的都不行 那么你取一个这个 你就知道你后半生多么痛苦了 你累死累活挣那点钱 他手刷一刷就没有了 刷没了不算 还得说你呢 抱怨你呀 就你没出息 就你没本事 就你窝囊费 都顾不起老婆花钱 你说是不是 你咋那么穷光蛋 你看看是不是 带赶上一些头脑不灵光的 什么伏地磨呀 把钱全补贴娘家了 什么被这个网络诈骗的了 哎呦 你想一想 你胎生这样的 家庭能过好 可不走不了上坡路 可不过不好咋的 你说是不是 女人嫁男人也是 就考虑什么 有没有钱 条件怎么样 这是首选条件 只要你条件好 其他的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也不管那么多了 就想着人家条件好了 人家怎么地了 正在一起之后结婚了 才发现这个男人人品不行 什么花天丢地了 这额哪事了 晚上你这个时候变个怨妇了 得谁和谁说呀 哎呀 我怎么找他了 怎么怎么样了 你说你这个家庭能过好 我跟你讲 你可能找一个条件一般的 你们共同努力 只要你们心往地住死 未来家庭差不到哪去 如果找这样的 就算原来 就算有钱挺好的 又能怎么样啊 最后的结果 你们两个也是离婚 你们后半辈子 过程什么样 我不说你也知道 你说是不是 那好多朋友说了 老宋啊 你说这个 谁不想找一个 是各方面都好的呀 不是看不出来吗 当时在一起 就是没看出来呀 其实大多数时候 都是借口 真的 人们呢 认准了一条最重要的 然后就会忽略到 其他条的小事情 那些小缺点 比如说男的 你看中这个女的漂亮了 你不知道才是任性吗 你不知道她爱花钱吗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你只是觉得 漂亮就行了 那些缺点 你结了婚以后 你才会当成缺点 在那之前 你不当缺点 是不是 那女人呢 也是一样的 觉得她有钱了 那追她的多 也不很正常吗 她花心呢 是不是 那我得想办法 要把她拽过来呀 是不是 她有钱呢 你看看 是不是 当这样的时候 你总想着那一点 总想着那一点了 其他的你觉得都是小事情 可是没想到 其他的那些 才是大事情 你想一想 是不是呢 我告诉你 往上走的家庭 越过越好的家庭 一定有个好老公 也有一个好老婆 你看看 是不是这样的 这是第一点 最重要的 第二点 就是一个家庭 从上到下 齐心协力 同心合力 才能往上走 才能越过越好 有人说了 哎老师 你这不头一条 说的一样吗 好媳妇好 同心协力 是不是越过越好 不光是夫妻两个人 从上到下 双方的父母 甚至包括孩子 都要齐心竭力 从上到下 夫妻就不用说了 男人挣钱 有些人 我老公能挣钱 我就给大家 享清福了 养的 太早了 你老公是能挣钱 那么你也要帮老公 做一份之力 除一份力 别觉得 我就可以养的了 享清福了 还没到那个年龄 是不是 你说我挣不太多 谁嫌钱多呀 挣不太多 还不能挣少点吗 努努力 是不是呢 让家里更好一点 你都这么努力了 老公一看 我媳妇都这么努力了啊 那我不得更加努力了 你看看 更不能偷懒了 你看看 家里不越过越好吗 这是夫妻两个人 老人也一样 老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在帮孩子 在帮这个夫妻两个 带带孩子啊 买房子啊 等事情上 尽量的支持一下 这是老人应该做的 有一些老人说 儿孙自由 儿孙福 我管不了那么多 他们自己有能力 你自己怎么都行 是 那两个人同样都有能力 有父母帮一把 拉扯一把 他们才能往上跑 没有父母爱吧 你不自然就拖延了吗 你想一想 你帮帮帮带孩子 夫妻两个人 才能一起往生奔 才能更好的去努力 更好的挣钱 更让生活更美好 是不是这样啊 这才是一家人共同努力 当然 那么作为子女的 知道了老人在帮你的忙 老人和你共同努力了 那你们对老人有一颗感恩的心 回报的心 这样一家人团结起来 才能越过越好 如果说老人有老人的心思 儿女有儿女的心思 互相都触不到一起去啊 娘家有娘的心思 婆家有婆家的心思 行了 你告诉我这个家庭 怎么能过好 啊 是不是呢 同心协力 才能齐力端金 你说老宋说的对不对 所以一个家庭 从上到下的齐心协力 非常重要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老宋认为 一个越过越好的家庭 一定要有一个会理财 会算账 会存钱的人 说白了一定要一个人扣一点 这才行 这个家庭都那么好爽 都那么大方 这个家庭过不好 一定要一个人会管家 知道这个家里该怎么开销 该怎么做 这样才行 是不是 得适可而止的开销 有七点钱了 我该怎么开销 没点钱 我该怎么开销 是不是 同样两个家庭 一年 每个家庭一个月都挣一万块钱 感觉大家花销也差不多呀 但是十年之后 你会发现 一个家庭可能攒了二十万 另一个家庭可能欠两万 你看是不是呢 就俗话说 吃不穷 穿不穷 算计不到 九十五穷 就是这样的 你会算计 并不别比别人算差在哪 只是说你在日常生活中 懂得怎么去节省 怎么去算 有很多事情 就是你算计了 它就能节省出来 你认为老叔说的是不是有道理呢 所以这个家庭 一定要一个抠门的人 你说对不对呢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不要应上那些自己高堪不起的东西 什么东西 那就现在生活中多了 是不是 豪车 你说豪华车 我去买一个 我也能拿出这些钱来 我再换 我买一个豪华车 大房子 大平成 大别墅 我也能 我贷款 是不是 啊 那奢侈品 包包 啊 鞋 啊 各种品牌 是不是 其实这些东西 既然你高攀不起 不适合咱经济实力 咱就不要去动它 真的 你动了它 你的生活质量 肯定过不好 你未来的生活 而且我告诉你 有这种性格的人 他不会说我买了一样 我买了一个包包 这辈子我都不超出预算了 不可能它以后还会这样的 知道吗 包括还有什么 二胎三胎 这都是我们普通老百姓 可能高攀不起的 你根据自己的实力来 适合自己 能行才行 你说对不对呢 老宋认为一个家庭 周遭这些 那么的家庭就会越过越好 往上走 有朋友说 老宋那也不一定 那遇到天灾人祸呢 那怎么办呢 咱确实 不管怎么样 可能你做到了特别完美 特别完善 但是有一些天灾人祸 不是人力可为的 那么我们不能认为 那些小概率的事件 不去做这些事 因为那些毕竟是小概率的事件 换句话说 如果你这么做 真的遇到一些天灾人祸 或者可能你一咬牙就挺过去了 你不这么做 真的遇到一些天灾人祸 你才能只有死路一条呢 你认为老宋说的有没有道理呢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看老宋砍大山 向朋友们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咱们下回见 拜拜